5月20日上午 蔡英文在台北就任新一届台湾当局领导人 开始第二个任期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天就蔡英文520讲话中 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应循表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 祝贺蔡英文就职 外交部 国台办 国防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罢韩投票将于6月6号登场 眼下挺含罢韩对阵情势急速升温 韩国瑜19号被巡视 直斥用所谓光复高雄作为罢韩诉求 大错特错荒唐可笑 此举被岛内舆论频频点赞 如何评价韩国瑜近来因应罢韩的表现 台湾时视频的员邱毅张亚中为您深入解读 面对特朗普的频频甩锅与威胁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19号大会闭幕致词中表示 世卫组织将继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协调全球应对疫情支持各国努力 国际社会对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中发挥的作用 有着怎样的共识 而对于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的不断攀升 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语出惊人 宣称这是一种荣誉勋章 他为何这么说 时事评论员叶海林有独家观察 海下新干线 连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下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紫乔 本栏目由好事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只由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 服帽叫酒赞助播出 带你来看新闻 5月20号的上午 蔡英文在台北就任新一届台湾当局领导人 开始第二个任期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当天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520讲话中 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应循表态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 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一些政客制造两岸对立 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企图从地理和法理上 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他们加紧勾连外部势力 破坏台海和平 以意谋独 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鼓造所谓修法公投 图谋法理台独 这些都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福祉 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马晓光强调 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台独是逆流 是绝路 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 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 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 马晓光表示 我们将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共同努力促进两岸同胞交流合作 融洽两岸同胞感情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我们积极帮扶广大台商台企纾困和复工复产 支持广大台胞 在祖国大陆享有更多发展机会和获得感 我们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同台湾各党派 团体和人士加强交往 继续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 开展对话协商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共同奋斗 5月20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 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 将其称为所谓总统并吹嘘美台伙伴关系 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和美国一些政客 向蔡英文发视频贺词 对此外交部国台办国防部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外交部表示 美方上述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并予以谴责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美建交公报明确规定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在此范围内 美国人民尽通台湾人民 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方上述言行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公然违背美国政府自己做出的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心坚定不移 实现两岸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我们正告美方 台独是死路一条 纵容和支持台独注定要失败 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都会遭到中方有力回击 也阻挡不了中国统一的历史潮流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与台实质关系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任何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的言行 中方将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 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针对同样的问题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0号应询时表示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图谋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持续推进国家统一进程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停止同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同一天国防部表示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方行径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危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 严重损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是极端错误的 也是非常危险的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事关中国核心利益 和14亿中国人民民族感情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斜阳自重没有出路 以台治华注定徒劳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行径 有备民族大义 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图谋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好 下面我们来电话连线一下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 副研究员谢南 那国台办的发言人马小光 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520讲话中 有关离岸关系的内容 应询做出了表态 那您认为 马小光的表态 体现出当前大陆怎样的 对台立场和态度 那对于接下来的两关系 您做何研判 那么对于国台办发言人的 此番应讯回答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三点 首先 无论岛内的政治生态 和政治局势如何变化 我们始终牢牢掌握着 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动权 并且随着中国大陆 中和势力的不断提高 我们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掌控能力 只会更加的牢固 第二 我们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和态度 是一贯的清晰的 两岸同属一中 是两岸关系互动的政治基础 没有九二共识 两岸就难以开展正常的互动交流 民进党当局如果企图 唠开这个政治基础 那注定是竹岸打水一场空 第三 中国大陆依旧坚持 两岸如何发展的道路不动摇 那么从国台办发言人的讲话 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出 大陆高度关注疫情过后 大陆台胞台起的复工复产 也非常愿意为更多的台胞台起 吸进大陆发展 提供更多的机会 那么上周 大陆提出的十一项对台措施 已经非充分地表明了 大陆坚持两岸关系融合发展 坚持推动两岸民间交流互动的决心能力 那么展望未来四年 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那么两岸关系的发展 必然会面临很多的风险与挑战 比如当蔡英文当局面临经济民生困境 民意支持度不断下滑窘境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会像当年的陈水扁那样 冲上两岸关系红线 在激进的法理台独道路上疯狂飙车 也有可能随着中美博弈的升级 民进党当局在外部势力的干涉 甚至是怂恿下 借势谋独 停而走险 这些危险行径将会使得 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面临更大的驳折 但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有效的管控风险 一方面 中国大陆有足够的实力与能力 遏制任何的台独分裂行径 并且随着中国大陆 中和时代的不断提升 我们的对台工具箱 只会越来越丰富和多元 二是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 两岸关系的几十年和平发展 已经在岛内积累了非常深厚的 民心民意基础 我想 期盼两岸关系和平 也是岛内民意的最大公约数 这也会成为未来的 遏制台独的重要力量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两岸关系的发展 当然不会一帆风顺 必然会经历各种风风雨 但是我相信 未来的两岸关系 一定会拨云渐日 重新向前 好 谢谢谢南先生的解析 那就相关话题呢 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台币演播室 科主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子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主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 岳华不锈钢队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岳华 对于国台办发言人 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520讲话当中 有关两岸关系内容的应循表态 邱教授有什么观察解读呢 我觉得这个回应里面有功有手 他提到蔡英文拒绝九二共识 拒绝一个中国的原则 才是破坏台海现状 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国台办的发言人提到 责任在哪里 就在李蔡英文这方 如果你蔡英文这边 承认着九二共识 回到一个中国的正轨 那两岸的现状就可以维持 两岸的和平发展就可以持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特别提到 大陆不断地在为两岸的和平统一 制造空间 但是绝不容许 有任何台独在里面 兴风作浪的空间 特别的提到 有些台独分子 妄图在台湾现行的法律下 删除国家统一的字眼 那这都是针对 现在这些台独分子 在打插边球的一些空间跟行为 大陆不会再允许这一种 台独空间的存在 而且说明 台独就是一条死路 就是一条绝路 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蔡英文要在立法机构里面成立什么 修宪委员会 这个就是准备搞台独 所以国台本的发言人针对这一点 提出有力的驳斥 那第三点 我特别提到的是 国台本发言人在他的第三段里面 特别提到 民族复兴 跟祖国统一的关系 他说祖国统一 是中华民族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 而且在这一段的最后 特别还提到 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 两岸的问题当然是中国内政 不容外来势力干预 当然包含美国帝国主义的势力 来恒加干预 好 最后一点 告诉你很多的台企 很多的台商 很多的台青 你们放心 大陆正在全力做纾困 正在全力重启经济 所以复工复产复学 都不必担心 民间的交流 绝对会在一个更融合发展的 前提之下来进行 四点里面有的工 有的手 有的是严正的搏刺 蔡英文的说法 跟台独分子插边球的作为 有的是手 让很多的台湾人民 安心 放心 所以它是一个有工有手的 回应跟发言 那关于蔡英文在第二任期内 对两岸关系的态度 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张化线 党部主委邱建復就认为说 蔡英文不会去宣布所谓的毒或者是不毒 但是会持续凸显所谓台湾主体性 预期各项的所谓的正民运动 也会在第二任期内陆续推动 张教授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我觉得他讲的不是非常的清楚 蔡英文在表述一个整个定位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是模糊的 但是他对台湾特别是对民进党来讲 他是要走向台独的 但他采取的策略是所谓的柔性台独 因为他知道靠他自己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走向台独的 但是他又一方面 他必须对这些台独支持者有个交代 就像刚刚邱毅讲的 那我搞个修宪委员会啊 我透过修宪委员会来研究研究 让这些台独的可以安心啊 但是他会不会修宪 他也有可能修 也有可能不修 那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整个美中关系 因为蔡英文知道 他靠他自己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走向台独的 所以他在期待一个 当美中的关系 变得非常恶劣的时候 或者台湾抓到一个历史的机遇时间 整个贴上美国 那这个时候 他的台独会加得更快一点 所以我的看法说 这位民进党的先生 他讲的是一个部分的事实 但是其实蔡英文在操作方面 远比这个更为复杂了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续曾就认为说 每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第二任期 都想要历史留名 他不相信蔡英文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的话 相信还有转向的空间 邱教授认同他的观点吗 萧续曾以前是 中国时报的资深的记者 那后来被马英九拉到身边 在马英九办公室里面 担任副秘书长 那现在又是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 可以说是马英九底下 非常信任的核心幕僚 但是萧续曾的看法太乐观了 萧续曾提到的第二点 他认为台湾的每一个领导人 进入了第二个任期 他没有连任的压力 他要寻求历史的定位 所以他认为蔡英文在第二个任期里面 他会改变他的态度 所以认为他有转向的可能 怎么可能呢 蔡英文的历史定位在哪里 蔡英文的历史定位 我们来看他的背景 蔡英文的爸爸蔡杰森 在二战时候帮日本修林氏战斗机 蔡英文从小就是在一个反中 妹妹亲日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 他又是李登辉最重要的陈记者 蔡英文怎么会转向呢 他的历史定位 其实就是抱紧美国的大腿 嫌美国的外来之力 要去对抗大陆 这才是蔡英文的历史定位 蔡英文正在往这条路在走 我说过蔡英文已经被三股力量 把他绑架 第一股力量 就是他背后的老大叫美国 美国的话 以特朗普现在做法 他会让你蔡英文转向吗 那特朗普如果没有连任 民主岛的总统拜登上来 你认为以美国现在的社会的氛围 会减少反中的倾向吗 不会啊 所以蔡英文仍然是美国的马前竹 仍然是美国的旗主与筹码 美国绑架住蔡英文 不会让他转向的 第二个不让他转向的 那就是独派啦 独派里面还有个蔡英文的政治导师 还有个蔡英文的政治爸爸 叫做李登辉 会让他转向吗 第三个 就是蔡英文一手培养出来的网军 这个网军帮助蔡英文 脸压这个人 脸压那个人 只要蔡英文的对手 不管党内或党外 都是网军要脸压的对象 这些网军已经被搞的 就是民粹 台独民粹 反中台独民粹 怎么转向 所以除了蔡英文本身的意识形态 还有蔡英文已经被这三大力量所绑架以外 蔡英文怎么转向 他有转向的空间吗 那么除了两岸关系的部分 民进党当局在接下来四年 还会有什么样的重点动作呢 其实我们在台湾 我自己长期的一个观察 其实两岸关系对台湾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常讲一句话就说 两岸关系如果搞不定 台湾将永无临日 就是换句话说 其实台湾所有的问题 跟两岸关系都扯在一起 包括政治 包括经济 包括社会 包括文化 这个两岸关系出了问题 全部都出问题 所以当你问到说 除了两岸关系以外 还会有其他什么重大的政策 我必须先讲说 所有的政策跟两岸关系都扯不开的 当然如果一定要分的时候 那讲第一个对内部来讲 我觉得它会延续过去四年来 它会把国民党继续的裂解 就它必须消除一个对它来讲 阻碍最大的一个在野党 当国民党慢慢消解 或者有些政治人物 游览转绿的时候 那这时候民进党可以高枕无忧 慢慢的推动 他的所谓的台独的大路线的方向 那第二个对于民进党来讲 当中国大陆在两岸问题 已经走不下去的时候 毫无疑问的 他会完全靠拢了美国 所以未来的四年 其实民进党怎么样的妹美 怎么样的亲美 或者跟着美国走 如何走 在美国的要求之下 可能是予取予求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它的包括它内部的 包括它的经济政策 我们看到台积电也跑到美国去了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会跟着美国走 然后当然你可以细讲的话 它在台湾内部 如果还要再讲一个话 他会继续 包括就是任用了潘文中 当原来的教育部的首长 他会继续的快速的进行 所谓去中国的教育 那你也看到了这一次 前一段时间的外事部门的首长 还有陆委会的官员 还有现在新的 所谓的安全单位的负责人 他都是一些非常极度胜率的 所以你可以开始 从这些人的做法 他们所执行的对外关系 或者经贸关系 那毫无疑问的就是 如何所谓的跟中国大陆抗中 然后整个那个亲美 所以整个来讲 两岸关系 其实它是所有的核心中的核心 所以当你问到说 两岸关系以外的时候 我必须要讲 所有东西绕着 这个两岸关系的主要思维 走下去的 所以这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外部政策 还是跟着两岸关系的核心 而发动互动 好 这个话题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 霸函投票将于6月6号登场 眼下挺含霸函 对阵情势急速升温 就投票前的最后一场 高雄市议会质询 双方阵营再度交锋 壁垒分明 韩国瑜则是把握机会 以退为进 再打市政牌 其亮眼的表现 让岛内舆论直呼 久违的韩国瑜 终于回来了 岛内罢韩投票将登场 韩国瑜19号 接受媒体联访 亮出市政牌 并宣布20号起 重启高雄市八大行业 韩国瑜及其团队 此前一直以市政第一和防疫优先 试图四两拨千斤 对于深绿罢韩团体的各种攻击 低调已对 继首度为请假三个月 参加2020大选公开致歉后 19号当天 韩国瑜在高雄市议会 答选实则坦诚 高雄见迪士尼乐园的想法 实施起来确实有困难 尽管韩国瑜的态度 极尽放软 但半韩阵营却紧咬 韩国瑜的各种证件 步步紧逼 蓝绿支持者之间的对抗气氛 正日渐升高 据台湾媒体报道 挺韩民众近期已在 高雄市选委会门口 宣布成立打狗事务所 号召市民监票 守护高雄 力挺韩国瑜 罢韩团体则将街头宣传 拓展至网络空间 将所谓的光复高雄 作为活动诉求 大肆宣扬 呼吁市民6月6号出门投票 韩国瑜19号 在高雄市议会被巡视强势回应 这种说法大错特错 荒唐可笑 用光复高雄这四个字 作为罢韩的诉求 大错特错 而且荒唐可笑 是对民主 台湾的民主最大的侮辱 我们应该三结合 叫做光耀高雄 炮轰罢韩团体 看不起高雄人 韩国瑜直斥 谁当市长 是由市民决定 是否罢免 也是市民的选择 所谓光复一词 显示出罢韩团体 其心可诛 心态可意 对高雄是最大的侮辱 对于绿营议员质询 韩国瑜丝毫没有退让 展现过去的强势作风 而面对罢免议题 请假想法 全都侃侃而谈 完全没有回避 议员们的问题 有岛内媒体与网友直言 以前的韩国瑜回来了 联合报分析称 罢韩涉及政治板块变动 蓝绿是比权力攻防 19号国民党中央兵分多路 挺韩国瑜 最近开始会常常去的 有需要我就会去了 如果党团那边需要 我们中央下去 有一些他们的想法 希望中央来配合 我们都很乐意 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 最近已南下高雄三次 本周还要到高雄负责组织动员 协调中常委 民代等系统 团结反罢韩 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本人 也将在6月5号罢韩前夕 坐镇高雄 但具体规划 还要等韩国瑜阵营拍板 国民党是一个 一个有组织的一个政党嘛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社团 透过我们党籍的议员 来认同韩市长提出 这样低调罢韩的这样的措施 台湾媒体称 曾经的韩流是一人救全党 现在是全党救一人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台北演播室 我是柯主 法韩团体将所谓的光复高雄 作为活动的诉求 对此高雄市长 韩国瑜19号 在高雄市议会背询的时候 就直接痛斥说 这种说法大错特错 荒唐可笑 岛内舆论就直呼啊 说这个久违的韩国瑜终于回来了 周教授怎么看 韩国瑜在目前 在整个罢韩之战里面 我认为他陷入了八个字的迷思 这八个字叫做进退失据 核战混乱 其实早就有很多了解高雄人民想法的人 就劝韩国瑜 这一场霸函之战 拿出对高雄市政的真心诚意 拿出实际的表现 是唯一能够脱困的办法 所以不要把它做太冲突性的处理 也不要把它升高成政治之战 这个才能够化解民进党的阴谋 才能守住高雄这个南方的堡垒 所以基本上 韩国瑜要回到原来的焦点上面 原来焦点是什么 我们知道依据现在的民意调查 以高雄人民的名义 对韩国瑜不能谅解的 还是当时韩国瑜 为什么做高雄市长 做了几个月 就想要去选领导人 这个还是高雄人民心中的结 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 韩国瑜要把这个结 要把它讲出来嘛 高雄人心很软 高雄人最通俗的一个形容词 它叫做面恶心善 什么叫面恶心善 有时候热情一来 热火一来 心里的话 有时候不该台面上说的 也说了 这是高雄人性格 可是高雄人有时候发了脾气以后 他就觉得不忍心了 就很想要弥补你的 这就是高雄人性格吧 所以你说高雄人有这么恨韩国瑜吗 没有 高雄人有这么恨韩国瑜吗 没有 那他们现在为什么会甘心被民进党的 霸函的号角所驱动 去搞霸函呢 那就是新宗那个结没有打开嘛 最后6月6号之前 其实还有一点时间 我认为韩国瑜要让高雄市民感动 就来个高雄之旅吧 关怀高雄之旅嘛 一步一脚印 走遍高雄各地 关怀每个地方的困难 就会感动高雄人嘛 觉得不管你做的结果如何 总是心意到了 高雄人最吃这一套 你让我感觉真心诚意 我就原谅你过去的是是非非 我不再讨论你的是是非非 那这一来的话 支持霸函的人就少了嘛 一旦支持霸函 原来支持霸函的人 减少了5% 韩国瑜就过关了嘛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自强 好的 谢谢台北部室 好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继续来关注新闻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紫乔布兰木 由好事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20号 一直拒绝承担自己防疫失职责任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 再次向世界卫生组织甩锅 在一封长信中 特朗普洋洋洒洒地列举了不少指控 该组织所谓失职的证据 他声称在去年12月早期或更早的时候 就出现了关于新冠病毒正在武汉传播的可信报道 其中包括来自柳叶刀医学期刊的报道 但是这些报道都被世卫组织忽视了 不过柳叶刀的主编理查德霍顿随后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特朗普的造假行为 他指出柳叶刀并没有在2019年12月初发表过任何关于新冠肺炎的报道 我们发布第一篇报道来自于中国的科学家 时间是在2020年1月24日 尽管连日来遭到美国方面的攻击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还是表示 世卫组织将继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协调全球应对疫情 支持各国努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城 特朗普的做法让他在国际舞台上被孤立 就连欧盟也对特朗普的说法强烈反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世界各国 必须把新冠肺炎作为警醒 他指出很多国家忽视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导致病毒在全球扩散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疫情实时监测系统显示 截至美东时间5月19号下午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152万例 面对病例的持续攀升 特朗普却洋洋得意地表示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比其他国家多 是因为美国开展了更多的新冠病毒检测 他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荣誉勋章 此前一天 特朗普以身试药的言论 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公开推荐这种抗疟疾药物 当天晚些时候 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身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应该听听专家的意见 特朗普对此反向佩洛西 更是毫不客气地称其患有精神病 针对抗疟疾药物抢绿葵或绿葵 是否能有效预防新冠病毒 贩美卫生组织于当地时间19号 做出官方回应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也戳破了美国梦的泡沫 撕开了美式人权的虚伪 根据美国纽约市卫生部日前首次公布的 不同社区新冠病亡率结果 该是以非洲裔拉美裔人口为主的 低收入社区病亡率 普遍远高于以白人为主的相对富裕社区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此前也曾表示 新冠疫情使美国黑人族群遭受更大痛苦 是美国社会种族不平等这一顽疾的体现 好 那就相关话题 我们来联系一下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叶海林先生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比其他国家多 那这是因为美国开展了更多的新冠病毒检测 这是一种荣誉勋章 那此话呢令外界是瞠目结舌 那就请教您一下 特朗普为何要发出这样的惊人之语呢 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美国宣称自己的检测 是全世界最高的 这个本身并不是事实 因为检测我们要看到一个是检测人数 一个是检测率 检测人数 美国的这个检测人数确实比较高 但是呢 我想随着我们武汉的这个排查全面完成 美国也不见得就会继续是全球检测人数最多的国家 而检测率实际上美国有比很多国家都低 那么之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病例非常多 是因为相当程度上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检出率非常高 也就是说美国接受检测的这个人群当中 确诊新冠的人数要比别的国家多很多 这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荣誉 这实际上说明了此前几个月 美国无所作为造成的疫情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但为什么特朗普要做此惊人之语 我觉得从美国选战的角度来说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 就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讲 美国社会激化已经非常严重 那么去争取那些原来就不打算投他票的这些人 或者是争取那些中间选民意义不大 特朗普想做的事情就是巩固自己的基本盘面 因为在这个疫情出现之前 特朗普大概率是能够获得连任的 所以特朗普的选举策略实际上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政策 包括自己的表现趋向极端 让自己的基本盘更多的感受到一种 就是这个涉及到总统是否能够连任的这种危机感 动员他们去投票 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可以保证自己能够顺利的过关 因为毕竟反对党一方就是民主党一方 没有太合适的人物去挑战特朗普 这个时候剑走偏锋 搞急化的选举路线 在特朗普看来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很多出位的言论 实际上这些出位的言论并不代表 这个就是特朗普真正的这个看法 而更多的来说是反映出特朗普的一个竞选策略和招数 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这种死硬的红脖子派选民 继续团结在特朗普周围 好的谢谢易海林先生稍后再做请教 下面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紫强 那就特朗普甩锅世卫组织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易海林先生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在19号大会闭幕致辞中表示 世卫组织将继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协调全球应对疫情支持各国的努力 那您如何看待世卫组织在全球应对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我们从这次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决议就能看得出来 世卫组织的全球领导作用是得到大多数国家认可的 其中也包括非常多的西方国家 那么在100多个国家签署的这个世卫的决议当中 就专门强调了支持世卫的领导作用 那么包括中国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法国和德国也都强调 在当前的抗议斗争当中 世卫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那么只有美国等少数这个 应该说五只眼联盟国家在不断的质疑世卫 而这种质疑从世卫最后成功的通过 这个100多个国家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决议案 就可以看得出来质疑并不得人心 也没有得到 甚至于都没有在这个五眼联盟内部形成统一的概念 那么所以才出现了这种 就是澳大利亚以这个推动决议的这样的一个发起国自居 而美国却没有在决议上签字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当前世界各个国家 多数国家对世卫的领导作用是肯定的 那么少数国家的质疑 不会影响到世卫在大多数国家当的抗议斗争中 发挥这种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那至于说某些国家提出要给世卫断供 甚至要退群 我想那么考虑到世卫每年实际的经费需求 就算是美国停止了对世卫的资助 甚至退出世卫组织 世卫组织也还可以继续运转下去 那么并不会受到因为一国的缺席 而受到严重的伤害 那么而世卫的作用 如果说美国退群以后 那么世卫所能发挥的作用 能产生的能做出的贡献 对美国就不适用了 所以我想在退群的问题上 那么美国需要仔细掂量 到底这个事情对美国是好还是坏 那么美国退群不会伤害世卫的根本 但是如果世卫不去 世卫的服务 包括世卫的这种引领作用 在美国无法体现 可能很多美国的民众要为此付出代价 那么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显然我们乐于看到 世卫继续在抗击疫情方面 在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业方面 去发挥这种引领性的主导作用 这也是符合全世界多数国家人民的利益的 好的 谢谢易海林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离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待您直击性能现场 欢迎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峡TV 那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紫乔 下期节目